咦 这不是我家鸭子吗 怎么在这个古井里面挣扎呀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住了 哎呦 完了完了 鸭子不在了 被拉到水里面去了 还冒起了这么大的泡泡 这什么情况啊 得赶紧想个办法把鸭子解救上来 于是我赶紧跑回家 拿了一个超网过来 等我再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发现这里面冒起了很大的泡泡 然后鸭子不在了 还扶起好多鱼啊 这个甲鱼怎么都死掉了 甚至还有咬痕失离的痕迹 还有这么多鱼也死掉了 这什么情况啊 都好像都是被咬死的 这个鱼只剩一个头了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了 等那是古井里面跑进了什么咬鱼和吃鸭子的大货吗 于是我赶紧叫表哥去身上买了个大猪体回来 这个猪体上面把满了铁钩 准备用这个猪体来钓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 瑶瑶的大货给吊起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猪体放入井里面 然后把这个田链固定好 我们回家吃个午饭过来 看看他上沟的没有 回家吃个午饭后 我叫表哥为了以防万一带上一个臭水机过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水管放在这个地上 然后把我们田链拉起来看一看 哎 田怎么这么轻的 我的大猪体的猪体怎么不在了呀 好像是被吃掉了 这个家伙也太狡猾了吧 这么大的鸭子吃了不说 猪体给我吃完了 还要带着抽水机过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抽水机给他组装好 组装好以后把这个饮水给他打满 准备利用这抽水机把这里面的水抽干 看看那里是什么东西 把我家的鸭子给拉到水里面去了 就在我抽水的时候 王大爷跑过来告诉我说 这个古井他小时候养了很多鱼进去 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 从来没有干过 有的鱼已经长到门板那么大了 应该就是那里面的鱼把这个鸭子给拿到水里面去了 于是我赶紧把这个机器拿来把瓦里开到最大 这个古井只有五六米深 这个抽水机是四寸的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把水抽干了 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古井抽水抓鱼中 点击右边头上就可以进入直播间了